大家好,我是小镇小民,想聊一聊这个特斯拉 马斯克遇到的一个比较棘手的事情 是这样子,今年10月27号 也就大概其实两个月前吧 特斯拉在瑞典的雇员主要就是一些机械师 他们进行罢工 特斯拉在瑞典没有工厂 但是他有这种服务中心,你去修车呀什么之类的 换零件呀什么等等 那么机械师就很重要了,对吧 结果这些机械师就罢工了 这个事情是怎么引起呢 其实从三月份开始 瑞典的他的机械师的公司叫EF Mattel 他就想跟特斯拉,跟马斯克就谈 就说我们工会 这些工人的他们的工资应该是多少 应该还有什么其他的福利等等 假期是多少等等 马斯克拒绝跟他们谈 马斯克说我不跟工会谈 我根本就不同意 我的雇员去跟工会有什么联系 那么这个事情就是一直拖 从三月份一直拖到十月份 那工会就说 看来你是不准备跟我们谈了 那我们就直接罢工了 所以不是说因为罢工 就是说在罢工之前 我们谈了好长时间没谈妥 那咱们就罢工 不是这个意思 是根本没有谈 本来这事呢 那就是 也就是一家 对吧 就是EF Mattel 就是马斯克的那些修理中心 维修中心的那些机械师 大约是130个人 结果发生了这个事情以后呢 瑞典的一些其他的工会呢 就觉得都是兄弟工会嘛 就也加入进来 比如说搬运工 他们呢就拒绝去把这个运过来的 这些零件给他卸下来 他拒绝这个事情 还有呢就是游地员 游地员他们也有工会 他们的工会呢拒绝是把这个车牌 就是特斯拉的车牌 去寄给他的那些主人 就已经买了特斯拉车的人 他需要装车牌 他没有车牌的话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开车嘛 对不对 他没办法合法的上路 所以呢这个车牌是 由瑞典政府发了以后 是寄过去的 结果这些游地工人呢 就不给他送 等等吧 就是这种 就是属于兄弟工会的 对他们的支持 那这时候呢 当然马斯克就很生气了 所以他就去告了 这个游地工人 他们的这个工会 就是说你这么做 是违法的 因为你的工作 就是应该去做游地员嘛 你就应该 你不可以随便的就 就不给我 游地我的东西 对吧 他去告 这个事情还没告完 还不知道最后 最高法院会怎么定 但是他这么一告呢 他的想法是 杀鸡给猴看了 我这么一告 尤其我要告赢了的话呢 对不对呢 反正我这么告你 你就会害怕吧 他这是非常美国人的想法 瑞典人不吃这一套 瑞典人就说的那个 是这么回事啊 好 结果北欧的附近的邻居国家 现在也加入了 什么丹麦的呀 挪威的 芬兰的 现在他们那些工会都参加 都是对着特斯拉 他们那个罢工 不是说我就不干活了 他就是说选择性的 只要你跟特斯拉 有关系的事情 我不管 所以这事情 不是越来越大了吗 完了昨天还是前天 我看到说 现在呢 这个事情更加的 面大是什么呢 是那些基金 基金会里头 基金会 北欧的基金会 现在有一家 丹麦的一个教师的 退休基金基金会 他们已经说了 我们把所有的特斯拉的股票 已经都卖了 而且上了我们的黑名单 什么叫黑名单呢 就是说这家公司 我们以后不会再去买 他的股票了 不会再去投资了 就是这个意思 那其他的基金会呢 就已经给特斯拉的董事会 写信了 就跟他说 你把这件事情 赶紧给我解决了 因为这个事情 他不想把它搞得太大嘛 对吧 太尴尬 对吧 最后弄得几乎难下了 关键是这种事情吧 对于在北欧来讲 特斯拉的名气 对他的名声是很有影响的 我这呢 稍微选择了几段 就是在TikTok上的一些 受采访的一些瑞典人 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你可以看一下 Elon Musk is suing the Swedish government is just a laugh the fight for democracy in Sweden the democracy all over the world even in the United States 人的想法就是说 你算老几 对不对 你觉得你美国人 你就了不起了 对吧 你是美国的老大 你就觉得你到我们这来 你就可以当老大 就应该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他们不乐意 你看得出来的 是吧 就这个意思 那因为我在瑞典待过 我也确实可以怎么说 这个瑞典的那工会的势力 是确实很强 就像我说的90% 他的那个所有的工作人员 他都有各种各样的工会 然后各种各样的工会的 他的力量当然也不一样 有的工会的力量特别强 反而是一些什么办公室啊 白领的一些什么工程师啊 什么的 这些工会倒不是很强 你可以想象 就是说比较文系的 文人他的那个战斗力就差一些 战斗力差一些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那个瑞典的很多工资差别不大 你机械师工资挺高的 就是一些特殊的工种 需要一些技巧的这种工种 尤其是工资其实挺高的 他们的那个工会势力很强 然后呢 因为就是说我说的像什么设计师啊 这工程师啊 他们的那个工会没有那么强 所以结果是什么 他们的工资呢 也没有特别高 所以就是说各个行业之间的工资 确实差的不是很多 总体来讲啊 至少我在瑞典的时候 瑞典的贫富差距确实不是很大 就是说肯定是有的 对差距是有的 但是呢 不像美国这么极端的这种贫富差距啊 什么路上的人 很多的无家可归的人啊 什么的 这个在北欧国家都比较少啊 瑞典是比较少 瑞典现在很多那些那个 无家可归的不是瑞典人 是一些东欧的国家 还有些周围的反正穷国家 来夏天来要饭的 他们要完饭 夏天要完饭 为什么夏天来的 夏天暖和啊 冬天太冷 那要完饭的就走了啊 就你看到的一些无家可归要饭的人 很多是这种 他不是瑞典本地人 总之就是说 他的那个贫富差距是 是好很多 比美国是要好很多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的工会势力强 在美国啊 他经常宣传那种想法 一种思想啊 就是说 哎呀你这个工会势力强了以后 工资太高了 那人家资本家赚不了钱了 关店了 对不对 这个结果大家都没工作了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啊 其实不是的 他很多时候 他那个工资给 发的高的结果 只不过是他自己赚的少点 不是他不赚钱 是这么回事 总之了 反正在瑞典啊 就是说这个贫富差距是比较低的 瑞典的那种 尤其底层的工人的工资是挺高的 是这样 那我还专门去采访了一下莫平 你们经常看我节目的人都知道啊 他是一个媒体人士 然后他呢 对于这个共产党 对于社会主义 对于工人组织 这些东西呢 他都研究挺多的 我跟他聊了不只是这一件事情了 还聊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所以你们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那个我的英文频道上 整个的我们的那个谈话内容啊 我自己觉得挺有意思的 然后我就问他关于工会的事情啊 他就说的那个美国的工会呢 就是没有北欧的这些国家的工会势力强 很重要的是美国有这么一个法案 叫塔夫托哈特利法案 这个法案是1947年 你看他这写的是47年的时候通过的 而且当时呢 这个杜鲁门事实上是行使了否决权的 但是否决权也不行 如果参议院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赞成的话 他最后否决也不行 他这个法案就很简单 他的这个法案的名字叫劳资关系法 也叫塔夫托哈特利法 这种塔夫托哈特利法就是两个人 肯定就是这个法案提案的两个人 一个叫塔夫托 一个叫哈特利法 咱们就叫他劳资关系法 这个劳资关系法的中心的意思就是 你不能够去进行同情的去罢工 就这些跟我没有关系 如果你跟这个自己在这个厂里头 有什么什么不满意 你自己的工人组织起来罢工是可以的 但是兄弟的工会是不可以一块来罢工的 但是因为当时是四五年四六年罢工很厉害 然后这个资本家受不了了 就给政客施加压力 最后就搞了这么一个法 但是呢北欧国家没有这个法 欧洲国家基本上都没有这个法 北欧国家而且事实上在欧洲国家里头了 他也是属于工会势力很强的 工会势力强还有一个优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因为他的工会势力强 所以资本家呢也不去跟你多闹了 因为我跟你闹也没有什么结果 你看他这兄弟之间都跑出来一块的罢工 这个力量是很强的呀 对吧 因为如果我跟我的雇员搞得不好 就是说没有办法跟他达成协议 他们罢工了 然后其他家的也在那罢工 那其他家的老板资本家会给我施加压力 对不对 他们会说这事情跟我没关系 你赶紧跟他们谈吧 对不对了 结果我也跟着你一块受罪 你尤其如果多的话 很多厂家的那些老板的话 都跑来会给你施加压力 所以你的压力还不仅仅说是 你跟工会之间的矛盾 还会导致其他的平时的那些资本家朋友们 可能对你都有意见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有就是强有力的这一种办法 那么也因为他是强有力的办法 所以美国呢就把这个法案就给去除掉了 而且你看他这个去除的时候 是两党都有的 不是两党的话 他做不到三分之二的 去把这个杜鲁门的否决权给他 给他再否掉 是这样子的 你看所以美国呢 说到底啊 他一直都是资本控制的一个国家 所以关于工会这方面呢 这个莫平呢就给我解释了一下 再有呢我想说两句 就是关于马斯克这个人 我始终说他是个骗子 他呢 我跟莫平也聊过这个事情 他呢 总是给人感觉 像一个英雄人物似的 对吧 我看很多国内的人都特别崇拜他 他自己呢 也把自己塑造成一个 好像非常亲民 是吧 哎呀 我在这个工厂里头上班的时候 我都睡在工厂 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 原因呢是 他自己是搞新能源车的 搞新能源车 当然就这个就说起来 他会说这是对社会是有好处的 对吧 对这个人类是有好处的 因为对于环境好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塑造的这个 给人家的感觉 这个新能源车是对环境好 对吧 对于我们社会有利 对于老百姓有利的 你当然不愿意让老百姓特别恨你 哎呀 这是一个非常贪婪的一个资本家 对吧 你这个形象就有点对不上了 所以他很注意这一点 他很注意包装自己的形象 对吧 所以你看他把这个推特买了以后 收购了以后 他就把那个推特档案弄出来 让大家看 你看这个政府哈 让推特里都干了这么多的坏事 他这个档案 这个推特档案弄出来的目的是 想让大家看 以前的推特是乱搞 那我现在进来了 我会好好弄 他就想给人感觉 就是说我会支持什么言论自由 什么什么 他想搞 他想搞成这样一种概念 但是事实上 我跟莫平聊的时候也说到这件事情 就是说他把推特档案全都推出来以后 事实上他仍然还是有对于某些推特 他是禁止的 他不喜欢的那些推特的 像比如说尼克松 就我也曾经上过的节目 他的那个推特就被禁止了 也就是说他其实还是在 政府不喜欢的那些人 他其实还是在干 对吧 他从来没有明确的说过 我接管了推特以后 我就绝对不会再去管制 对于你们在推特上写的东西 我就不管了 他从来没有说过这话 他只不过把原来的推特的 一些内部的一些交流 email什么的放出来 让你们大家看 他这么做的潜意识的意思 就是说潜在的意思 就是说我是会支持言论自由的 我会让你们怎么怎么样 但是事实上他从来没有明确说过 说他不会继续怎么干 其实他是很有技巧的 马斯克是一个很有技巧的 对吧 所以对他来讲 就是一个公共形象很重要 对不对 但事实上呢 有好几件事情 其实是非常说没问题的 一个是我觉得 我特别的厌恶这个人的是 他在他自己的特斯拉的厂里头 我可能曾经说过 那个地表啊 不是画那个线 画那种标志的线 给那个开车的人 那一般都是用黄色的 因为黄色的最显眼 那你要让开车的人看到 你当然是要最显眼的颜色 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不喜欢黄颜色 他不喜欢黄颜色 结果他就在他那个厂子 厂子的那地上画的 所有的标志都是灰色的 就他自己造完的车 要在他自己的厂里头 要走一走啊 结果后来他变成灰色以后 果然就出事了 还压死过人 你说这是多么 无聊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完全可以避免 对吧 他不知道黄色是更加 引人注目的 他这个黄色的目的 不是为了好看 而是为了要安全嘛 对不对 他不在乎 最后导致人给压死了 你想想看 就这件事情 我对他印象特别特别差 然后你再看 最近还有另外一个消息 挺有意思的 有这么一家公司 叫Hyperloop One 超高铁 一号 有这么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呢 这两天宣布倒闭了 这个公司呢 是2014年建的 建厂的人呢 不是马斯克 这两个人呢 也不能算是 年轻的小伙子了 他们也算是企业家 他们有别的厂 但他们建这个厂的时候 的想法是什么呢 就是马斯克 他写了一个白皮书 这个白皮书 就说这种超高铁的 这种技术 就是你看 他这个弄出来的是一个 隧道或者叫管道 这个管道里头呢 是真空的 所以呢 他就是没有摩擦 或者说摩擦 非常非常小 这样的情况 速度就很快 你的速度慢 不就是因为有阻力吗 那你现在没有摩擦 就没有阻力 对吧 真空的嘛 就没有阻力 那就可以非常快 这样的这种技术 造出来 从洛杉矶到旧金山的话呢 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现在来讲 一般的话 坐高铁 普通的高铁 就我们技术能达到的高铁呢 也是也要到两个半 三个小时 开汽车的话 是七八个小时 对不对 那他这三十分钟 确实挺神奇的 我就看有人分析 他最后这家公司 现在倒闭了 为什么倒闭呢 就是因为现在拜登政府 正经的批钱了 给加州的这个普通的高铁 就不是他这种超级高铁 就是普通的高铁 就是中国的那种技术 高铁的那种 正式要开始造了 正式开始造了以后 这个是属于 其实是跟普通高铁 事实上是竞争的一种东西 这个公司呢 他竞争不过 他因为到现在 他一开始的投资 是4.5亿 投进去以后呢 他到现在也没有人 正式的有很多客户 什么对他有兴趣 他这是私人企业 他这个不是国家投的钱 私人企业 他说到底 他还是要有客户的 对不对 就是说要有人准备来运营 还要有人对他有兴趣 接下去要怎么弄 他现在问题是 他现在这4.5亿 基本上花光了 没有钱再往下走了 然后呢 也没有别的人过来说 还有新的金主 过来肯给钱 或者说有潜在的客户过来 我先给你多少钱 对吧 之后怎么怎么着 什么都没有 就是说他钱快用光了 就这么回事 所以他到今年年底呢 所有的雇员都要被解雇 就是有这么一件事情 但是这件事情吧 就非常说明问题 我看有一些分析的人 说分析的挺清楚的 他说是马斯克 把这件事情炒起来 因为他弄了个白皮书 就说这个技术 技术怎么怎么好 然后呢 这两个人呢 算是企业家了 其实这两个人 也有一定的那种 我就觉得也有一定的 骗子成分 因为他们也不是 用他自己的钱 最大的投资者是阿联酋 还有就是这个 英国的这个商人 叫Richard Branson Richard Branson是这个 威珍集团的老板 威珍集团呢 他也是很大的一个集团了 他有什么航空公司啊 有什么唱片公司啊 等等啊 就是这么一个 这个人 看来是UAE花的钱是最多 这个Richard Branson花了一些钱 但是没有像UAE那么多 你看哈 马斯克自己 把这件事情给炒起来 但他自己不投资 看到吧 他反而投资 搞了一个什么公司呢 搞了一个隧道公司 或者叫管道公司 他说你们弄出的时候 我来帮你们造 你要知道管道这种东西 他开始造的时候 他是要钱的 他不会给你免费造的 所以他先赚他的钱 你那4.5亿先给他 他们没有完全开始造这个东西 但是造了很多的事业 这些事业什么的 都是马斯克的公司造的 这个隧道是他造的 所以他已经赚到钱了 4.5亿有一部分 是跑到他的腰包里头去的 看到没有 然后呢 他正经的这个投资 他不投 对吧 他先能捞的地方 他先捞 他把他 为什么炒的这么厉害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他想用这种炒作呢 让这个普通的高铁造不起来 他好卖汽车 其实是这么回事 对不对 他得卖他的特斯拉呀 那如果这个公共交通 都搞得很方便的话 明显的买车的人就会少了呀 对不对了 而这个高铁 事实上是最有竞争力的 对于所有的开车也好 飞机也好 他其实高铁是最有竞争力的 因为多数人喜欢高铁 对不对 对于飞机都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对吧 你要说你可以选择 你说你坐高铁 你还是坐飞机 多数人还是坐高铁的呀 对吧 而且高铁确实载的人多嘛 他比一架飞机确实也是多 就是属于比较廉价的 比较那个很快就可以 你这个技术都有了嘛 你只要把它造出来 对不对 造出来以后很快就会有运营起来 大家就会开始 人会来坐的 那对他的这个 买他的特斯拉绝对是一种威胁 这肯定是这样子 所以他一个接着在那 忽悠这件事情 为什么他这么忽悠呢 大家就觉得 还有这么先进的 因为他比高铁快呀 就他说的这种超高铁 是半个小时就到了 普通的高铁不是还要 两三个小时呢吗 对不对 那有时候就会觉得说 那既然有这种更先进的 那我们就先别去造这个高铁了 就去造他这种超高铁 是不是 对 但你看到了吗 他其实是个骗局 因为他现在造不下去了 与此同时 当美国政府真正批钱了 准备要造这个高铁了 那别的人就更不会来了 更不会先把钱投到你这儿去了 因为这个已经 国家要搞这个东西 还是应该还是能够最后 还是能够建得起来吧 虽然他也一拖再拖 但是现在看来呢 是真的想要造这个 加州的这个高铁了 看来是怎么回事 这个消息一传来以后 这个Hyperloop 就是这个超级高铁 他就宣布他破产了 因为肯定没有人投资了 对不对 谁会去投资你那个国家 你马上就建好了 虽然说你说你这个更快 但是关键问题是 谁愿意去花那么高价 就算你这个再快的话 你肯定那个价钱 你是拼不过 你要想赚钱的话 那个价钱肯定是拼不过 这个国家补贴的这种地铁 对不对了 所以这个道理很清楚 就没有人再来给你追加投资了 然后他也没有人对于 来运营你这件事情 说有兴趣 说我先给你点钱 然后怎么着我来租你的管道 什么这个那个 这些都不可能 所以他现在就破产了 就刚刚看到这个消息 但是他这个破产这件事情 你又能看出来 马斯克是个骗子 看到没有 他一个劲的忽悠 其实是为了他自己 能够卖更多的汽车 他其实是在阻挠高铁的建设 他对高铁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他没有天天在那说高铁 我们应该美国应该多造高铁 从南到北 从西到东 什么乱暴躁的 他从来没有 你回去就去注意一下 他从来没有很明确的在 推动高铁的这个东西 他推动的是超高铁 这个超高铁就是一个梦想 这是一个非常不现实的 我告诉你 他心里他很清楚 超高铁很不现实 因为第一 他很贵 造价 造价很贵 然后呢 你这么贵 你怎么收回成本 对不对了 所以他自己很清楚 这个东西是没有什么前途的 但是他应该就实际上 忽悠这个东西 骨子里很坏的这个人 对吧 表面上都是 超高铁这东西多好啊 对不对 改造了未来 这个为人民造福了 怎么怎么方便了 等等等等 说的他很会说呀 是吧 也挺有道理的 但骨子里头 他自己清楚 这个东西是没有 短期内是没有什么可行性的 就是说 他其实就是为了破坏 普通的高铁 为了卖他的汽车 就是这么一件 你到处都看得出来 他的 而且你看最后 这4.5亿 又打了水漂了吧 阿联酋是不是就是一个冤大头 当然他这4.5亿里头有很多 有不少的专利 这个还是有价值的 但专利这个东西 你不把它变成产品 你还是没法赚钱 这是肯定的 你在现在这个状况 大家都很清楚 普通的高铁 就是我们现在一般的市场上的高铁 还要造出来的话 谁会去 短期内不会有人再去用你 这方面的专利再要怎么着了 这是肯定的 对不对 所以你这4.5亿 基本上是打水漂了 而且这4.5亿里头 有一部分钱 已经让马斯克 他的那个什么管道公司 已经去赚了一些 看到吧 所以呢 就是说不要被马斯克 这些表面的东西给骗了 他给人感觉 他经常说的那个话 说的好像挺 你挺爱听的 好像给人感觉是那种 爱国的 爱老百姓的 很平民的 这么一个富翁 对吧 为社会 为环境 为人类要做贡献的 这么一个富翁 古斯里不是 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纯粹的资本家 是个骗子 他甚至可能都不能 是叫做一个正规的企业家 他是个骗子 你看他投资的东西 对不对 他这个 他跟他沾上的 这个Hyperlink 1 对吧 超高铁1 已经不行了 然后他自己的特斯拉 其实不是中国救 他也快不行了 他那时候也快完了 然后他还搞了那个 新链 新链的东西 也是现在他刚刚开始赚钱 都已经23年 24年以后才开始赚钱 你要是一开始 跟他投资的人 你能维持23年 24年 对不对 你就一直在往里头扔钱 是不是 他唯一赚钱的是PayPal 是他第一笔 第一桶金是PayPal 他那个是赚钱的 你跟着他一块 投资PayPal的人 是赚钱的 后面他搞的东西 基本上都不能赚钱 可是他是世界首富 你想想看 你跟他一起投资的人 都赚不了钱 但他是世界首富 这还不是骗子 这是什么 所以不要被这种 表面的东西给吸引了 包括这个Hyperloop 这两个人 这两个创始人 我觉得他们也有 欺骗的成分 因为他们也不用 自己的钱 他们去找别人投资 对不对 然后现在不行了 不行了就不行了 反正他们还不会 有什么受什么影响 接着去下一个 看看又有什么新的计划 新的什么项目 他可以骗的 再去找人来投资 反正他自己不投 对不对 因为他还发行股票 就是给一般的小散户 他也发了一些股票 他反正能集资的话 他就都集资吧 他没有上市 但他底下会发一些股票 就是所谓的原始股 一般的人都觉得原始股 特别好 对不对 因为你一旦搞成功了 要是上市的话 一下子赚很多 所以也有些小散户 买了很多一些 很多的那个原始股 这些原始股的人 现在都是零 对不对 他可能是零 都就是说价钱很低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因为有一个创始人 他的椅子上 有一天出现了 一个那种 吊死人的那种圈 出现了那么一个 那就是有人恨他呀 这不有点那种 黑手党的意思吗 对不对 就招人恨了 那能是怎么恨的 肯定就是亏钱了 是不是 另外一个创始人 现在被人的告 说他有性侵行为 他当然否认了 但是现在这件事情 也在调查当中 你看出来了吧 还有一个高管 一个白领的高管 这个人呢 在莫斯科被抓 说他呢 是农用公款 欺诈 你看都是些什么人 给我的感觉 就这个超高铁一 这个这家公司 它Hyperloop One 简直就像一个 犯罪的这么一个组织 是不是 一帮的罪犯在里头 骗子加罪犯 因为他有些人 他是违法了 你看都有他的高管 被抓了 对不对 所以 这是一帮什么人 然后就是一头 马斯克就在外面 给他们在那 实际的炒作 为什么这些骗子 他这么能够 成功的骗到人 就是因为 他还是有这种 皇帝的新装 这种作用 对吧 马斯克把自己 标榜的是个天才 我觉得他确实是个天才 他是个天才骗子 对吧 他是个天才 你看他 有人给他著书立传的 那著书立传的人 要他合作 你想他们能说他坏话吗 肯定都是把他 捧得一塌糊涂的呀 对吧 那所以普通人 也不是很了解的话 肯定就觉得 他是个天才 而且他人又好 对不对 为社会 为人类在做贡献 新能源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他这个 整个这个光环在上头吧 就会觉得 人家所有的人 那些投资的人 比如说像Rachel Branson 比如说像阿联酋 等等 包括一些小散户 对吧 大家都会觉得 有他在那支撑的 他支持的 肯定是好事 但他自己不支撑 看见没有 他自己并没有投资在里头 对不对 所以就是这说到底 还是这个 皇帝的新衣 这个效果 还是挺有用的 尤其你看他在中国 都把他捧的像神一样 是不是 人家瑞典的工会 不买账 我管你是不是天才 对不对 你不跟我谈判 你不正经的 拿点利益出来 给我的工人 我该把工把工 完了还不仅仅是我一家 对吧 我这些兄弟工会 都跟着我一块 很单纯 很简单 很有效 就是戳破 他这个皇帝的新衣 就怎么回事 我不买你马斯克的账 随便别人怎么说你 对吧 你再怎么天才 我才不在乎你 我就要实际的东西 这点我给瑞典的 还有北欧的这些工会 我给他们点赞 谨防全世界的骗子很多 尤其是一些大佬 看上去西服革履的 挺像人样的 很好的学校毕业的 其实我现在发现 硅谷这样的人 其实挺多的 这种骗子其实挺多的 但是马斯克呢 还是碰到了他的对手 对吧 碰到了很简单的 瑞典的工会 既不是什么名校 出来的什么天才 对吧 也不是什么财大气粗的 什么大财团 而就是很普通的老百姓 我们大家 手拉手 结合在一起 对付你马斯克 还是可以有办法的 只要大家团结 对不对 我们接着往下看 看他们能够取得什么成就 还是最后马斯克就只能run 我们往下看 OK 好 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喜欢我的节目 麻烦点赞 留言 转发 订阅 谢谢